歡迎來到鄉親 跟我們繼續來關心電風 咖啡天不但是喝咖啡放鬆的好處 現在不太熱情也都會安排藝文庫 讓客戶有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到市一間咖啡天 日前開辦壓克立化的庫庭 請到來自台中的老師上課 很快就輕 太多獲獲報名 一邊為導 一邊喝咖啡 讓我都非常嚴肅 現在這個比賽我開始去滾車眼 在咖啡天輕鬆的氣氛當中 可以一邊喝咖啡 一邊黑的肚 可以說是很享受 在專業老師的肚子下 用到一個月薄的時間 就能自己創作出一把壓克立化 學員都覺得很有價值 還蠻好玩的 對啊 感覺啦 因為我看到那一幅畫還蠻漂亮的 對啊 想說如果我可以畫的 就是練 怎麼講 練習吧 對啊 就本來就蠻喜歡畫的 還不錯 蠻好玩的 其實台中也蠻多這種課程的 然後剛好就是這邊有朋友 就是介紹 對對對 然後而且這邊就是 價格是比較便宜 然後其實那個主題的話 也剛好就是符合自己的期望 本來以為說這個會很難 可是覺得好像還蠻容易入門的 那當然所有老師的教導也很細心 如果是這間咖啡店 三年來沒有定期 都會安排各種藝術庫 讓客人可以體驗到不一樣的 就是創作風險 今天是用壓克力的作品來完成 然後它是水性的煙料 然後它在完成效果其實跟油畫很像 然後它的差別在於說 油畫可能要等一個禮拜 我們才可以再做下一個步驟 那壓克力它其實是速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就達到這個效果 那我覺得今天學員們 他們其實完成的效果都 我自己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成果比我預期的還要高這樣 雖然時間可能用的比較多 但是大家都還蠻有細心的 去慢慢把它堆疊完成這樣子 每次數據都有跟一些藝術家 然後或者是手工創作者 去做結合開設的課程 那這次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跟畫畫老師去做合作 因為畫畫整個時間其實蠻長的 然後在畫的過程其實感覺還蠻療 夹者表示後續也在幾歲 希望可以在家裡聽 辦理度的庫庭 中十幾曾經吃香港吃出名的南道道 來做畫用和提供 記者憑市長報導